确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找到自己服务人群的梦想 找到自己奉献的方式 这一回有来自于海内外11个国家 263位辞青 来到花莲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外干部颜辛云 他们虽然是年纪轻轻 却都已经找到了一条清晰的人生道路 手语歌展现活力与大爱 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瓷青 传法入心 无障碍 你必须要在世上的生活 即使你不能帮助 但只能在那里表现爱 你能够改变人生命 客家坡来自南非 两年前还是学员的他 现在成为学长 这次带领当地八位瓷青回到花莲 他们也准备精彩戏剧 表演瓷激十介 博得满堂彩 因为我比较多的经济 我会知道什么期望 我会帮助你们的新党 前兴和长端正仪力也消除心中杂念 十一个国家地区的瓷青 一同学习正确的疗访规矩 让大家在日常生活 也能学佛心仪 互相去配合 互相去协调各自的困难点 互相去包容每一个伙伴的困难 所以是在学做 我们怎么把自己 变成一个更谦卑的人 跟别人互动 把握耶诞假期 来自世界各地的瓷青 深入禁私法脉 他们感恩也珍惜自己 有能力学习和付出 大爱新闻真上美之宫 许新闻将文龙朱英燕 花莲报导 第二个 我们下期再见